我的友人 我的友人 是我的友人 是学士钢琴家 是网路作家 我的友人 是知识分子 我的友人 是另类部落客 吉安的友人 不是怪人 他们只是 不唱高调 只爱格调 不想乱吼 只想漫游 友人漫游 窗面窗的外 半龙的侧水 马龙梦想着 怎么在 庆祝的玩家 等火十年随风来 徘徊不言之事 落泪来释怀 该有的好吗 唱片窗的外 带来 翻龙的侧水 马龙梦想着魔寨 静出的轻轻 静出的晚家 灯火十年随风来 徘徊不言之事 落泪来释怀 带有的好迷 梦想的勇往 之前没有了依赖 朋友的祝福 不满在我夜中依赖 期待阳光再照了进来 春去就来 春去就来 花鞋回开 思念化作力量存在 在这城市 在这城市写下爱 在这城市写下爱 didn't you know in the world stirks 可爱 你 春去秋來 花謝悔改 思念化作 力量存在 在這城市卸下愛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這是蘇米爾那首作品《在這城市卸下愛》 來到夜裡11點15分 你好 我是吉安 今天這個段落有人漫遊 這個節目在今天晚上也會告一段落 在大概多40分鐘時間 我們就來到全新的一天7月1號 也是我的人生當中 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天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一個開始 我想每一個人的生活 每一個人都在面對著未知的明天 明天是如何 沒人知道 可是今天這一刻養大的孩子 然後一一的把他們送到國外去留學 或國外去讀書 那麼希望他們有一天回到了這個 原來最初的地方 依然可以找到最初的感動 那在今天真的我在臉書上面 看到很多朋友的一些留言 我真的沒有辦法一一的回覆你們 非常感謝你們 今天相對來說好像是 蠻無目的的跟大家來聊天 這個小時我們沒有任何的嘉賓 我希望可以好好的跟大家來 分享這幾年的心情 當我在做到這個決定 就是要離開的那一刻 心裡面當然也是真的蠻疙瘩的 因為畢竟12年來 你看坐在這個直播室 每天面對著直播室 好像這支麥克風 它是二年來就面對著我 當然也有其他同事在用 可是對我來說這彷彿是一個家 這個家每一天都在特定的時候 心三心四心五三天 來迎接我回到這個歸宿 去做一些比較冷門的節目 那我們一直說冷門冷門 真的很冷門嗎 我倒不覺得那是冷門的 可是我覺得在做廣播的過程中 自己過了那一關之後 也需要過別人的一個關卡 那包括我們找的嘉賓 選的音樂 甚至是很多時候我們發覺到 我們選的一些節目的素材 我們都會去考慮 到底有沒有人聽得懂 有沒有人可以接納 後來我就發覺到 接納與否有時候不在於聽眾 是你自己本身過了那一關 你覺得你想跟 在聽著的每一雙耳朵 介紹怎麼樣的一個節目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廣播人本身 他本來就是第一個關卡 你過了你自己的關卡 那接下來 能夠留守在你身邊的聽眾 他自然而然都會跟著你長大 跟著你在成長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我拿捏的這麼多年才發覺到 原來很多的聽眾都是真的跟我 心隱不離 所以我也真的要說成抱歉 剛才有蠻多的聽眾的來電 沒有辦法接 因為我一接真的 我沒有辦法再做節目了 我覺得我接下來不會再接電話了 因為我希望可以 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些作品 那接下來這一首作品 是我在做廣播這麼多年來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 可能大家很好奇 為什麼我會去唱歌這回事 因為我在加入廣播界之前 我本身是一個民歌餐廳的歌手 我曾經當過民歌餐廳的歌手 長達九年 也就是從一個地方唱到另外一個地方 我有一個吉他手 很多年沒見了 那大時當然一方面是興趣 一方面是夜中愛 後來才發覺到 唱歌他不光只是喜歡跟鍾愛 他後來也變成了我去發現 到底歌 他只有一種類型嗎 後來我就慢慢的去涉略 去了解不同的音樂 所以從小到大 我對音樂是有很多的好奇 我是一個好奇的 一個相當好奇的 一個聆聽者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發覺到 我的左耳跟右耳 聆聽的東西都那麼的寬大 有民間的戲曲 傳統的音樂 有電子音樂 甚至是有不同類型的 沒有法歸類的音樂 所以我覺得成長的背景 它的確提供了這方面的養分 讓我從中也變成了一個 大無畏的聆聽者 這非常的重要 所以非常感謝你跟我一樣 是大無畏的聆聽者 那接下來這首作品 是在2011年 我把1998年 1998年我創作的一首歌 那時候我離開家鄉 到吉隆坡念書 就每一次就會想起我的外婆 傍晚陪我去走田梗 到田邊去散步 甚至跟小朋友去玩遊戲 所以就寫了這首歌 然後我還沒想到 2011年 當時為了幫這個 雙福殘障志向發展協會抽款 那一方面也推廣鄉音 我們出版了這張專輯 叫鄉音回家 那麼就把我1998年 創作的這首歌 就重新的編曲 就譜成了這首 有雙重意義的作品 一方面為鄉音 一方面也能夠 幫助殘障朋友 可能我一路來都覺得 很多的社會的邊緣的人 邊緣的事 邊緣的文化 是蠻無奈的 有能力的話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 注一筆之力去協助他們 我覺得這社會 每一個人都應該扶持 每一個人 所以就促成了這首歌 鄉音回家 Hana Hana 當何須飛到我身邊去濫油 一輩子的相應就不會哀愁 當我回家是跌倒在童年的路口 爬起聲才聽見 喇喇哩喇當寶 一念到頭 阿爸為何每天蔓圓默默 一念到頭 到頭 阿媽咸咸嘴念著誰不好 過家賓 韓國賜 逃到人家 百貴賓 走開來 追地歸 撒藏沒點臉飛 青沙龍把套藏 阿媽就夠 昂昂 當家國在我心上 沉淪不休 一個人的鄉愁 再寄居遊走 當我離開時 站在城市的路口 抬起頭才看見 月光光酒地通路 不應見 月光光酒地通路 兩年到頭 阿媽咸 ATTEN 夜年到頭 夜呢 夜呢 都很快 夜呢 在水平 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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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到头 三个不懂得 不只彩玫瑰 一年到头 长大以后 像英雄家乐围 过的咖啡 韩国契 偷到人类 白贵白 走开 水滴火 三十麦点点火 青沙龙白头人 阿玛照到面昂昂 一年到头 有一年 盘邦雅如 独夜来 走过一年 又一年 漂泊迂回 这仿佛是一段寓言 就走过一年 又一年 漂泊迂回 生命本是如此 希望今天大家不要太难过 我们总会在不同的空间相遇 我特别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比喻 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是一个容器一样 它随时随地都能够容纳任何的液体 任何的广播的时候 没想过的 我在2005年4月1号正式当上IFM的DJ 当时心里面从来没想过 会做一个节目 一做就12年 12年的过程 发觉到自己 最获得最多的 当然就是我自己也在不断的成长 包括做香音采集这一回事 很多人以为我是念中文系的 或者是人类研究的 并不是 我本身是念电影的 我当时加入广播之后 我也挣扎了一段日子 我在想 糟了 加入广播之后 我应该从此跟电影这个梦想 就离得很远了 那我还没想到12年里面 我唯有通过做电影的节目 来让自己跟电影靠近一些些 所以为什么我本身第一个想做的节目 是安全考古地带 而且一做就做了12年 后来再做香音考古 所以很多人已经遗忘了我本身的这个专业是电影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接下来有机会往电影跟影视方面的发展 甚至能够把我这多年来做的民间香音的采集 能够让它变得更加的算是立体化 甚至是让大家看到了原来马来西亚的民间文化 通过影像去呈现之后 它会变得更加更加的 让我们更珍惜它 那说到安全考古地带这个节目 访问过无数的导演 大家也知道 我心目中最忘不了的导演 就是Yasmina Aman 他在离去 每一次我都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念头 就是我多么希望 能够把他所有的作品 每一次在回望他的作品的时候 好好去收写它 那一直以来都没有这个机会 那后来 这么巧 在接下来的7月15号 我将会出现在厦门大学 那将会连同几个导演 我们一起来回顾Yasmina Aman的点滴 所以安全考古地带这个节目 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导演 所有的影评人 还有剧场人 那这个段落我特别把 这一段声音 这一段敬意 我要说一番马来话 哈喽 谢谢大家 跟Yasmina 非常不容易 认识 但是 今天 Yasmina Aman 阿甘地 朱朱里朗曼 我说不下去了 好 我们这时候让大家听一听 这是 像安全考古地带最好的一位朋友 Yasmina Aman 我说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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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仍然记得 她的声音 她的爱与关怀 IFM 有情有爱 自由自在 我说Yasmina Aman 我说Yasmina Aman 还有 在我国常说的菜市场 也就是巴刹 其实是源自波斯语 其他的马来语 还有 是源自米南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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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源自广府化的 还有 是在上世纪或者更早之前 都是通过语言的交流所产生的 无论我们的语言源头在哪里 马来西亚本来就是一个 多元语言色彩的国度 IFM和你一起认识本土语言 尊重多元文化 很多年前 在一场电影放映会之后 已故马来西亚导演Yasmina Aman 曾经对我说 你知道吗 为什么马来语 Dana Air 也就是土地和水 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生长的地方 那是因为 连接土壤的力量 是来自水分 而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因为有土地和水 才能在自己的国家屹立不倒 建立一个稳固茁壮的家园 IFM爱在马来西亚 马六甲和柔佛北部频率 FM100.4 柔佛南部频率 FM104.9 尊重土地 宽容待人 我是吉安 这时间走出直播室 我就不是大家眼中的 IFM的广播DJ了 特别珍惜接下来不到短短的时间 我觉得在广播的过程当中 我个人最享受的就是每一次在做了一个节目 尤其是做相应考古的节目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走 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 在醒角的过程中 我个人获得最多的 就是每一次遇到很棒的老人家 可能我这个人有老人缘 往往每一次遇到一些长辈 他们都会滔滔不绝的跟我说好多好多他们的故事 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收藏库 他们都会跟我说童谣啦 湘音啦 或者是当年夏南洋的故事 甚至是在独立前后 我们国家所经历的一切 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经历啊 都是我们应该学习聆听的 我常常都会以这首歌来提醒自己 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的过客 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的思念 今天之后 也许大家再没有机会通过广播听到我的声音 可是我应该会成为你们 生活的其中一个印记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爱上的不会忘记 爱上的不会忘记 那只是一些片段 忘记的无法消失 他们躲在树后面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 眼中的星辰月光 消失在心中的光明 消失在心中的光明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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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动我们的心弦 不光只是歌本身 每一个人的经历 仿佛就是一个能够接轨 接轨接到这个所谓的天地线 仿佛就是能够触动你的心弦了 那今天晚上在最后一个段落 说到我这么多年来 当然可能大家最记住的 还是相应考古 不要忘记 我也做了好多的节目 比如说即兴噪音 有人漫游 就是这些可能相对来说 大家觉得比较更冷门了 比如说即兴噪音 我是一个人喜欢听摇滚乐 但是很多人都不相信 也许这种极端也造就了 大家觉得我是一个蛮奇特跟奇怪的人 我的成长经历 给我了很多的养分 我是一个相当喜欢 赚头密封去寻找很多东西的人 也许成长的经历 提供了我这方面的勇气跟胆量 所以当我走进广播室做的节目 就让大家觉得 这个人怎么跟其他的广播人 不一样的方式 这个段落让大家听到 这几个老人家 是我特别感谢的 有一些已经不在了 可能大家很好奇 这么多年来我采集的香音 有多少个人呢 保守估计大概有三百多个 有一些是有长有短 每一次我走进一户人家 可能他们都不知道我是广播人 我并不是大家想象中 每个人都认识我 坦白说认识我的人并不多 只有听我的节目的人 再加上可能因为节目稍微比较冷门 每一次我走到一户人家 可能我要讲解 我是采集香音的 我要录制什么什么东西 那过程中都要耗费好多的精神 可是我觉得 上天可能特别疼惜我 每次我都碰上很好很好的 这个采集的对象 有些老人家已经不在了 有些老人家留下的声音 等待我去记录书写 我希望在待会离开广播室之后 我们并没有放弃 做香音采集这条路 虽然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这个段落 献给曾经愿意敞开心怀 让我走进你们的心房 去采集香音的长辈老人们 是否赞人家 有点不可及 赵人家 今天是一只准备 一只小时 你买点准备 自己买点火 还有你买点火 唱到的烟光朝爬上来 唱到的阿妹朝咪咪咪笑 吉江江 吉江江 一生不死就说 我山歌 要唱的数十年了 今晚还是下首歌 唱山歌 我唱的树木 九首牛来我 我唱的光心里 飘着水 我唱的青山小点头 我唱的滑歌 往前的香叉滩 茅西鱼咬得得亚滩 剪辱苗呀 冼玻堕鱼 剪腹我哭 啊啊啊啊啊啊 识诺呀我 天智龙娘 凌方君导 福士少将 英子高工 华丁台湾台湿丝丁 头片当当逢一丁 丢相干一度牺牲 一片情供多等级 三片留守舍京志 四片来回头孤单 何片过来没人知 爬電酒初揮動 愛定愛神慰中 滿天神伯 寶負我學家人 乙美 咁欠客家的寬 representa impose到興趣 喜歡λο貨 所以祤佳 找見多的是 強詠雞 和櫻身材之間 喝外 或許是 那今次千万回 我常常在回想 在做相依采集过程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都是给我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每一次接到老人家说 可能他的家人告诉我 这个老人家离世了 我当下可能会愣 我有时候又会跳出来说 我为什么要做那么多 当我在问我自己 这道问题的时候 我又突然间 把这个脑袋给 把它敲了一下 你干嘛要问这个问题 做就是了 我经常都会有两个脑袋 一个脑袋在骂自己 一个脑袋在赞美自己 这有时候真的非常重要 当后来我才发觉到 也许这就是 做文化艺术工作者 该有的一个傻劲 这股傻劲 往往它就变成非常的管用 为什么呢 因为人没傻劲 是不会义无反顾的 去做一件事情 在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所有朋友还继续拨电话来 我唯有不接你们的电话 因为我不是无情 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 就看着 这个我 眼前的 这个电脑荧幕 因为我们电脑荧幕 有一个倒数的时钟 就是告诉你 大概还有 还有多少时间 会到 午夜12点 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不觉得 这个倒数的时钟 是很讨人厌的 我觉得 我终于可以下班了 可是今天 我都希望 他走慢一点点 因为现在是 11点50分 还有10分钟 我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再见这回事 在我生命中 我很少会跟人家说再见 因为我说 再见 没什么大不了 因为我们人 就是一个漂泊的 漂泊的一个躯体 从一个地方 漂泊到另外一个地方 人 一定要漂泊 才能够成长 人如果不漂泊的话 我们的意志力 可能就呆滞在某一个地方 我们就没有办法 向前走了 所以多年来 我一个人行走到 马来西亚各个小地方 走进不同老人家的 这个家里面 探寻不同的籍贯 不同的文化 有机会大家到我家来 可能大家会看到 这不是一般常人的家 书啊 唱片啦 好多的节目的资料啊 我都活在当中 所以有人问我 你几点去工作 我说我天天都在工作 因为我一起身 我走出我的房间 它就是我工作 它就是我广播的场域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 离开过广播 可是今天之后 我会离开广播吗 我想我也没有离开广播 只不过大家没有办法通过 全国的这个广播线上 听到我这把声音 我们要如何保持联系 很简单 大家可以到我的脸书去 我不会放弃做香音 可是我就会多了 另外一份任务 我会把香音变成文字 变成更详尽的记录 那我手上刚好也有一本书 即将会在下个月退出 如果大家有缘分的话 可能会买到 这是我记录了次场街 我用了五年时间去记录次场街 所以我也不知道 老天爷会给我多少年的 这个生命的宽度和长度 每次做一件事情 不是五年就是十年 去对待一件事情 慢并不是一种懒惰 而是你怕 用太快的一种方式 你会错过很精彩 很精细的 人的故事 人的历练 和人和人之间的 生命的厚度 所以学会用慢 去看待我们的生活 我们会发觉到 我们的慢 会造就我们更快乐 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 在今天晚上 陪我最后一分钟 完成了12年的节目 这12年的节目 我不是做给自己的 我也不是做给所有人的 我是做给马来西亚 广播天空 应该做的事情 我都做了 在节目的最后 我要向我的前辈 所有教导我的 所有的广播前辈 我要跟他们说声 对不起 因为这12年来 我没有遵循 你的教会 你们教我的 我都没有听 因为 我都用自己的方式 在做节目 我不知道这是对 还是错 可是 对我来说 总要有人 在不合时宜的时代 做不合时宜的事情 我一直秉持 这样的一个心态 今天以后 我希望 你生命中 会出现另外一把声音 它能够告诉你 文化艺术很重要 文化艺术 可以滋润你的生命 文化艺术 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精粹 甚至是 可以让我们 去认识我们自己 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 我们从来不会放弃 去认识自己 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 我们常常都会提醒自己 我们的身份认同 可是我们身份认同 是什么呢 我们身边还有很多 非常精彩的人事物 等待我们去记录 跟发掘 我们都有能力 去做这件事情 今天我张贴了 一个视频 算是永久性的 放在网络上 大家可以到我的脸书 去看 我的脸书是 Facebook 吉安1978 是时候要跟大家告别了 最后的这一个段落 是一首歌 当年这首歌 我是写给马来西亚的 我欺骗了大家这么多年 这首歌并不应该叫做 回家过年 因为我当时 如果把这首歌当成 是一首 来批判现实的话 也许这首歌是没有办法播出 所以这首歌就叫做回家过年 其实这首歌嘛 是诉说 我们深爱这片土地 我们深爱自己是马来西亚人这个身份 可是我要在广播说 可以吗 可以 因为这首歌就叫回家过年 可是今天我要告诉自己 一年又一年 这座城市 我们希望 不只是欢畅 也不再只是反抗 我们希望 总要有人在不合时宜的时代 一年又一年累 这座城市的喧哗 谁还在欢唱 谁不再反抗 一站又一站泪 站在自己的车站 一面都是墙 一推就是让 你来自北方 我来自南方 你不是几句 我不是流浪 你身在异乡 我心在家乡 只求你我 都心快 我心是咱们 你不能在心里 他才能 weren't 你便宜 我心想 我心想 你不太 我心想 你来自外 我心想 你安 你 你 我心想 你 我心想 一年又一年累 这座城市换红山 谁选择遗忘 谁还在盼望 一带又一带累 陷陷落枯走过来 家在土里长 活在心里放 你来自北方 我来自南方 你不是集聚 我不是流浪 你身在异乡 我心在家乡 但愿念念念念 内心安 你流浪 二山 我aqu壁 有 我天旁边 中年 我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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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带 我的 我一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